今天是星期日 预祝大家圣诞快乐 但香港可能有不同的行业 就不是那么快乐 因为有200万人离开 即是出去玩 各行各业的饮食业就叫苦连天 另外还计算人均 每人大概上大陆会花700元 总流失是15亿 夜奔分那边通关 大家急于去不同地方 有些去外游 以至离境大堂相当多人 亦有很多乘机上大陆 有很多商户是直指 最致命是通关 比起新冠疫情的杀伤力更大 亦有议员批评政府 没办法令香港人流港消费 败笔 建议要推出不同的措施 入境署 大概 93万人次出境 截至昨晚九时 亦有 不同的累积 这星期大概逃走了200万 香港人 去了不同的地方 有些是 上大陆 有些是直接去外游 当中 出入境人次是59.9万 入境人次是33.7万 即是 虽然走了一些 但入境人士也有30多万 但可能那些 在外面消费员回来 例如这里 来港人次 在17号开始 陆续累积 亦有接近200万 所以有些 玩了几天回来 大部分都是离开 而这里的人数 有 四分三是香港人 很糟糕了 罗湖的口岸 亦有相当多的人次 是来港的 而 深圳媒体报道 10月份 统计 原来有 经常说 355万人次 是去了 深圳 有 港人 当然 这很重要 香港 香港有700万人 有些 上下下下的 天天上 有些 交收 寄货 带货 有些全职开工 但 有200万人 不断 上深圳消费 平均 每人是673元 他们也计算 这样推算 如果圣诞节 流失了15亿 而按提 10月份 他们的消费价 达到36亿 人民币 真的多得 香港人不少 以前 香港是靠大陆人 来消费 现在 反过来 他们 香港 自己就 上回大陆消费 有 议员 容海恩 表示 他曾经 去过 广州 三天 两夜 几里 又玩这个 又玩那个 都洗了一批 很厉害 他说交通费 可能包车上去 住宿 和去动物园玩 他正正有个感受 香港的 亲子游玩 相当狹窄 来 室内的游戏室 那些房间 去大商场 或者偏僻一些 商场 不是那么旺的位置 开了 亲子游乐场 那些 不好玩 以及户外公园 建议政府发展多些 本地文化有的 去辅助 一些特色的民宿 等等 真是挺办事不力的 政府 有时是不知在做什么的 政府班人 另外 圣诞节 一年四天的假期 再加上 市民很厉害 前前后后又请回两三天假 自己 自制一个长假期 其中有一些 上班的人就说 请了三天假 再加四天 红日 就足足 玩七天 当然 出去玩 还留港吗 大佬 是不是 另外 看到 机场的 利益人次 都相当多 就说 创了疫情后的高峰 很多公司就大排长龙 另外 有些廉价的 也是贵了 例如香港航空 例如有家东方航空 都是 排到不得了 那些人 有些人 看到 怎样都要出去玩 他说 不搭飞机也不像是旅行 留在香港 没有感觉 没有旅行的 感觉 近近的 很多人去台湾 你看 这里 连接的 很厉害 排到 瘋了 那些人提了两个钟 排 另外 虽然那些廉价 但也是贵了 廉价本身是便宜的 难撇世纪 但也要3700元 比平常贵了1.5倍 很多旅客打算 花五至六千元 单一个人自己来算 如果他们四个人去 接近三匹 任何一张照片都是大排长龙 有些一家四口的家庭都说去台湾玩 妈妈说去当地的乐园、水族馆和参观农场 儿子也说很久没去旅行 都不记得了旅行是怎样 有个9岁的小朋友完全忘记了 坐飞机都不记得了 疫情3至4年 如果4年前只有5岁可能真的忘记了 还有很多旅客来说的港人 如果去台湾一定要去夜市 香港没有夜市 真的很讽刺 香港在香港也没有夜市 在廟街那里 不知有没有出过去玩 有些玩完就回来 趁这个时候就离开了 刚刚23号 也有不少人来 离开了香港 总之陆续也会有 可能24号 今天可能会少一些 但也不乐观的 因为24号 25号 26号 又横跨了 圆弹 有些人都是请头请尾 踏中间 总之 公司肯批价 放一个长假 很个人 叹够又回来开工 总之 香港就损失了很多 虽然 早几天也在晚上出过去 去铺 觉得也挺旺 但可能 也是 过眼云烟 应该不知道 食肆 可能也是两台 看大家怎样看 香港 市道 仍然没有好转 甚至连一些 建制派的阵营 都不断发声 去评击香港 办事不力的政府 要推出多些措施 拨多些资源 发展 香港本地文化的东西 否则 继续流失 钱 外流是最大的 今集来到这里 听到这里 帮手按订阅支持一下 看看你又对长假期 的情况是怎样看的